香港金融界最黑暗的一天 三个中产党, 今天要讲到香港金融界一件大事 金融界最黑暗的一天 真是很奇怪, 这么黑暗的一天是没有人讲的 就是这个港交死机, 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重要呢 我之前听过很多次说, 抗争在哪里抗争, 围港交所 到今时都没有人成功围港交所 成功去围港交所 现在港交所就是死机, 我作为一个蓝丝 不知道是不是念力令到他们死机 如果我是一个蓝丝, 我一定谴责 就是黑衣搞乱香港, 搞到香港金融中心都瘫痪了 但是真的出事的时候, 他也不敢 就算是, 他也不敢 反过来, 如果我们是黄丝, 我现在拍手 我们成功了, 我成功了 怎样都可以没有人讲 没有人承认责任 我首先简单, 我简单讲一下那个情况 广交所在9月5号, 2点钟 暂停期指和期权交易 其实之前已经有问题了 他最坏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说他就这样停止交易 都更好 大家停 他开始的时候是有些交易 有些不行 有些人买到 有些人买不到 反过来也是 然后去到2点就正式停止交易 然后再离谱的地方就是 他停止交易几个小时 港交所完全保出任何新闻 好像这个世界仍然如常运作 明和另外一件事是瘫痪了 到后来, 张华峰突然出来了 我说, 应该是李小嘉出来的 你怎样会找一个金融界的立法会员 金融服务界 他是代表业界的 我觉得最奇怪 就出来帮忙放风 就告诉你大概的情况是什么 然后最后, 李小嘉出来解释 他说, 因为他们用了一个新版本的交易系统 就发现了一个漏洞 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旧版本没有漏洞的系统 那大哥, 你现在用了一个 根本就未完全试试的版本 就搞到这样出事了 而且在交易日不是平时的时候发生的 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是难以忍受的 因为我也是 你刚才的说法 我也是早几天前听记者说 我问他你收到什么风 他说他第一时间收到其中一个风 就是因为他要升级的系统 但你升级的系统 怎么会在交易日上升级的 你为什么不在星期间或者晚上 地铁呢, 他如果是在平时下降级, 更理解 因为地铁是一个星期七日的 你讲交所, 你又有这个非交易系统 又有星期六日休市 为什么你不在这些地方做呢 这张新闻我觉得是这么奇怪 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奇怪 就是他死机 在国际金融中心 死了这么多个小时 不是说美国没有试过 美国都试过的 美国一来试过, 后来是 交易所要赔很多钱的 二来就是, 虽然他们要赔钱 但是因为美国不是只有一个交易所 都有其他交易所可以买卖到美国公司的股票的 在香港出现这个情况下 第一个奇怪就是, 他奇怪发生了 第二个奇怪, 更奇怪的情况就是, 他那个交代是很不透明 做法是拍得住特区政府交代警民冲突 这些这样的事情 就是那个timelapse 又或者, 为什么不正监出来说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是, 你找到张华峰 张华峰他是代表业界的嘛 我开始想, 是不是应该业界的人 反而去质疑港交易所 我们做生意, 不是做了一个事 不是做了一个事 这个我不明白的 作为一个股票界 我们大家都, 很多人都反对张华峰的地方 因为张华峰是从来都不代表业界, 他是代表政府的 他一直都支持不了业界的利益 所以就是, 他就是支持政府利益 他做不到代表业界去监察政府, 去监察官的责任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第二个状况就是, 我说在市场上流传的一个阴谋论 那个阴谋论就是, 配合阿爷夹仓 Vitcher有一份反中乱港的传媒去访问我 去访问我, 问我这件事 我就很爱国爱港地回答 照计是不会 照计是不会 如果是, 都是在星期三大夹一千点那一天 那一天去做这件事 讲回一些背景 可能听的时候, 大家不要清楚我的印象 之前那天就是林郑说 车回, 升了995点 是大声的 但是事后我再听到一些人 我跟自己的以前发生的事 之前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很多人 去跟我说 就是内地的人 究竟你知不知道, 哪个 particular names 叫名 去沽空港股呢 我说, 都不是有点刀, 沽未空 但是他们很意识地问我, 拿港股的名字 而在之后发生的星期四下降机 星期五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降准 而林郑撤回的时候 升了一千点, 是overreact 如果计算降准, 就适合 我觉得是一个有组织的夹仓 这几乎100%肯定是很有组织的夹仓 就是说去夹高港股, 因为你都供得太厉害了 那你夹高它, 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你这么有 港股, 不一定每个股票这么厉害 你说夹港股的意思是 还是期货, 还是沽期指 期指, 现货 因为现货的就行 奇怪的地方有些人质疑着 但它是期货市场 就是如果港股除了期货, 现货 或者还有一些, 因为是对冲去做 就是做一些很浅的买卖 就是 arbitrage, 即是现货期货, 差价 那些是有即时平仓的 如果不是你买什么东西, 差千点, 都不是相差几百分比 但那些其实, 因为利润很浅的 所以你玩过一些, 实际上 对冲基金主要都是做这些 很高reverage, 很浅的利润 我觉得整件事发展, 三天星期三 夹九八十五点, 星期四是死机 星期五就突然降准 在之前的时候就发生了 人们很急促, 看谁在沽工, 谁在做这些 整个sequence 听下去 我觉得是令人怀疑之寸 而阿爺是港股的最大专家 这个已经是浩无二文, 大家已经admit了 我想多少都希望在那里找回一些水脚 我大约讲一讲, 现在我就拆开这个话题 我大约讲一讲, 现在的现代的人 究竟现代的这十多二十年来 用什么方法, 一个国家用什么方法 去炒在金融市场上获利 以前那些人就很蠢, 你看金融风暴就这样 我们有什么关系的联系汇率 有些沽下来, 有些沽下来, 顶着 那时候就死顶 然后就顶着所有资金就没了 或者你炒股票 就死顶着股价 然后就输了钱 但现在三代的人是不会的 如果死顶着就关了 就是所有这些大部分的时间 跟沽 就算不跟沽, 即是你跟沽就很麻烦 跟沽就不顶着 但是等到沽到那一刻 跌到某一个地步 他就大夹你一日 出了所有消息 喂, 顶着很难 夹你一日很容易的 那时候就炒一日, 成本都很低 还可以乘机沽回一些 去所有消息保险 然后取回一些水 就是那个是一个你赚钱的顶着 现在如果以前的方法是在涉本里顶着 现在用来的, 你看见 阿爷都是用你一招的 一路放, 一路放, 一路放 最终不是这样 突然夹你一日 就是大家所有现在政府 或者金融机构 真正正正的那些都是用你一种方法 这不是国家的秘密 因为大家, 就算是庄间 都是用这些方法的 不如用来查 所以你想看 突然那一天好 全部股票一起先 大家都想 没有原因的 没有原因的 因为市场好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先 所以大家一日同一日夹 这个状况就是 他们被人沽空港股 沽空得很厉害的时候 他们就先夹一日夹 爆了你 一日之后再喝你 再来过 再来过 好过你那个钱 是更加有效的 是 你又顶着 你顶着 你顶着的话 你顶着就顶着 对吗 他预备好消息 突然间做一下特集会比较好 通常都会用这个做法 这个港交所的停摆 首先我要问 其实那天是否所有期货都交易不了 是否还有其他地方 仍然可以交易到一些衍生工具 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留意 但是那些人说 很少数有一些行是可以做到的 是因为他有现货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状况 因为我没有特别留意 第二就是 我不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可以 如果你问我 反过金管局都挺成功 他成功将一件这么严重的事 化到好像完全没有影响 你想想 如果我是将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很严格去看待 你可以竟然有一天 是有几个钟头 在一个以百亿计的市场 突然间失灵了 而你这个金融机构 是要去到第二天才能解释 那个情况是怎样 当日你又没有停市 没有做任何的果断的措施 去拯救回这件事 喂 你香港那个所谓金融中心地位 可以倒闭 这人还在说什么 831死人 831死人就未肯定 但是港交所死机就肯定了 就真的死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隐人的翅膀 就是我觉得港交所是有隐人的翅膀去保护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高灯连灯去围港交所 你有没有留意 一说去搞港交所 立即有大量的 他说你真是蠢的 你围他都没用 电脑对盘 电脑对盘 那些就自然会有些人 仿是说搞港交所 自然有些人互盘 去保护他的 就是叫功名的户盘 不是说你搞了香港 就是我们一锅售 你搞了没用的 你浪費了 我说回刚才你说交代了 其实我不同意的 我说回李小嘉媒体一个引述 他说在任何一个市场停市 都是一个大决定 一个不能随便做的决定 只有在我們判斷市場運行 已不再有罪的情況下 才會做出停市的決定 今天下午兩時時 我們判斷衍生品市場已不再有罪 即是之前他是有運作 一點行 一點不行 到兩時後他就全部停了 接著就說 因此做出這個停市決定 這種判斷永遠不容易 而我們正在繼續調查事件的根本原因 並會盡快向市場公佈 到今天我都不覺得他給一個解釋 我是很順暢 有什麼漸漸會忘記的 港交所也是互盤 因為實際上至少 就算是外國人 也不想港交所執取 大家都在穩職 所以港交所互盤的力量是很大的 但是你證監管其他東西 又說錢知識有什麼有七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如果知道 香港唯一的一個交易所 有這些system upgrade 或者什麼的時候 是會有這個風險的話 你是不是監管的話 證監不是監管這些東西 他的技術 他致力不到監管那個technical的東西 但是你香港現在的市場 是發展到這一刻的時候 你這些就要學就要認識的 有風險的話 你習慣說那些拉人的風險 對香港金融市場的reputation 名聲或者經濟損失大 還是他這樣寫兩字機的損失大 大家都明白 證監或者監察議員有關的人 大家的狀況是怎樣都知道 香港其實很明顯 但問題是只有一個街鎖龍轉狀 如果你有幾個街鎖 那大家可以開對沖 那如果剛才你說的陰謀論 是真的未必這次是好 又或者是真的可以透過這件事 我裝死機或者什麼的話 那這件事 你SFC包庇好 或者容許這個壟斷的話 就要作出一個相對相應的防止 這件事的做法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是容許這些事發生 我想很難不容許 就更加不存在 如果給多一個家庭所 或者多一個有一個窗口 即使他停機的時候 都可以運作得到 可能現在就是想這樣 就是想控制到 可能他就 你反過來想 我們經常都說 最重要是從一個最有效率的角度去想 李兆家搞一些搞路 那為什麼這件事 竟然你搞一些搞路之外 會發生的呢 只有兩個可能 一你就是集中精力 去搞一些毛毛衛衛的東西 但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可能李兆家 根本就是全部都要控制 他就是要死機找一個藉口 可能我就要搞一些其他 的東西 去令到金融市場更加滑 但是那件事可能就是令到港交所 我最擔心的就是 我就當你這次不是 真是技術問題是死機 但是你這樣的交代 大家有收貨的話 我難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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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難保你什麼時候 真的有需要做事的時候 說死機 然後就停半日市 香港做金融界是很悲哀的 大家如果 譬如被他們壓迫家庭所 譬如被壓迫家庭所 是沒有人敢出聲 因為大姐 一出聲就被人答 但是我這些是學者 我不怕 我又不是這個圈的參與者 但問題是你都沒有力 我唯有趁等各位聽眾 你們齊齊向港交所查詢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裏